你 强嘛 也不过如此 碰到我们黑煞队 算他们倒霉 这对老生人数不占优 竟然还能一招置敌 老大 老大 新生火能不少于二的规矩 什么时候才能改改 走 那些家伙走了 我们也别在这里磨蹭了 规则里不是说过 越早到达的奖励越丰厚吗 等等 怎么了 刚刚那支老生队伍 队长已是半步斗铃 团队的凝聚力也不弱 若是单兵作战 我们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你的意思 我觉得 我们需要选出一个队长指挥战斗 不然大家一盘散沙 恐怕 很难从那些老生的重重围结中 顺利走出森林 那这队长 谁来等 我 我选萧颜哥哥 好吧 看在馨儿的面子上 相信你一次 你的实力 我服 暂时替你指挥 我没意见 巴扇 你怎么说 好好 你萧颜便是队长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别把我们当枪使 我既然作为队长 遇到危险 自然不会让你们单独抵挡 但是 我也希望大家 能暂时放下阁阁 通力合作 否则 我们很难是老生们的对手 小颜哥哥 或许 我们可以想办法得到关于森林 和这些老生的具体情报 这样 才能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你和我想的一样 在这里 清楚赛矿的人只有老生 难道从他们手里获得情报 还不知道其他老生队的情况 如果都像刚才那支黑煞队 就麻烦了 大家跟我来 我会用灵魂感情力 判断老生队伍的势力 找到一支比我们弱的老生队 将其制服 打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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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关闭 杨队伍的友谊 请 along 打探消息 滓探消息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手 你节也没有 现在只能等 机会来了 走 敲出来了 冷白说的没错 果然是北面森林里 躲藏的新生更多 走 寻找下一个目标 不用找了 我们在这儿 你们这对新生胆倒是挺肥的 居然自己送上门 操 这俩姑娘倒是挺漂亮 一会儿下手可得清亮 不然留个坏音响 以后我们可就没机会了 他们的实力 勉强在二星大斗士左右 不要拖延 速战速决 记住 一个都不能跑掉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不自量力的家伙 先贵 这对新生怎么 雪地 手下留情啊 你想干什么 我问 你们答 这森林有多大 很大 你们各自抓一人 到旁边去盘问 若是谁说的答案 与其他人不一样 那就别怪我们心狠了 正好姑奶奶我打得不过瘾 我自己走 下一个问题 参加猎捕赛的老生有多少人 一共多少支队伍 三十五个人 五人一组 一共七组 他们实力如何 都和你们差不多 有四支队伍和我们实力差不多 另外两支队伍 则是黑沙队和白沙队 实力最强 恐怕 恐怕和你差不多 黑沙队全员黑庄 队长叫沙铁 白沙队则是全员白庄 队长叫罗猴 近些年 似乎还没有哪支新生队伍 能够闯过他们的阻拦 这所谓的火能 在内远中究竟有何用 为什么你们如此为之疯狂 我说我说 内远有一座天文猎祭坛 在里面修炼能取得身半功倍的轻效 火能 就是修炼的废用 很好 我再跑学了 我是不会说的 我 我说我说 月初 内远会给美人发七天亮的火能 到处生活费 内远有很多方法获得火能 比如扫塔 抄圈轴 猎杀魔兽 找人挑战等等 学妹你还想知道什么 立即赶费 学妹也是你教的 解释说 不过 寸石加砖确火能的方法 就是登上内远墙吧 这样 就不过方法 用在确火能的枯竭 多谢学长们 接下来 将你手中的火金卡交给我吧 真可惜 竟然不能将他们所有的火能 都抢走 还必须留七天的保底火能 看来 天坟炼气塔 便是内远学生 修炼这般快速的原因吧 真令人诧异 不过相比火能 我对墙榜更感兴趣 等进入内远后 我会找机会去挑战他们 你们也都知道了 火能在内远中的重要性 难道 就不想多得到一点吗 谁不想多得点 我巴不得能弄够在天坟炼气塔中 修炼一年时间的火能呢 那你们愿意为了这火能 继续冒险吗 难道你还想打其他老生的主意不成 既然他们能抢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能抢他们 你也听到了 除了黑煞队和白煞队 其他的老生 只要不联合攻击我们 都无法与我们单独抗衡 这是我们的机会 如何 敢不敢睡一室 小炎哥哥 我跟你一起去 有冒险才有收获 只要你一招 那我也不会有半点退缩 疯狂的家伙 好吧 谁让我也对那火能垂涎不已呢 拼了 好 就这么定了 走吧 猎物要开始寻找猎人下手 小炎哥哥 这个小教 大伙叫硝炎吧 竟然合理利用了火能烈不赛的规则 胆识不错 往年排名选拔赛前五的学生 都有一股傲气 谁也不服谁 最后反而被内院老生分裂打败 新年 硝炎带领的这支队伍 或许能给我们惊喜 硝炎 灵阁他们真是给老生丢脸 不但被新生抢了火能 还受得这么狼狈 这些新生如此嚣张 看来是时候交给他们内院真正的规则 怎么回事 人呢 被他们提前察觉了 我去追 我和你一起去 等一下 这个交给我 感觉不太对 熊儿 快跟上 我和你一起去 五号 很重 可恶 中了他们的牵套 一群菜鸟 这群兔崽子 群人玩鹰的 啊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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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嫣 萧嫣 你就是萧嫣 你们没事吧 我们轻敌了 几个残兵败将 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能耐 大家都受伤了 形势可不妙 不要天真的以为 每支老生队都像 林阁他们一样愚蠢 我们柳木队长 休息的可是木属性的斗气 在林间的感知更敏锐 怎么可能让你们偷袭得逞 轻儿 你带他们先离开这里 我来电后 无论如何 火能绝不可被抢 我们没事 还能在这儿 萧嫣哥哥说得对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萧嫣哥哥 你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我自会去找你们的 五号白山 我们先撤 别让他们跑了 你们四个拖住他们 想都别想 击掌 大家一起上 这只自大的小子 一点厉害瞧瞧 吹火掌 吹火掌 可恶 吹火掌 小燕哥哥 多谢 喂 刚才我们明明拼一下就能赢 为什么要撤 给 这里面的疗伤药 有助于你们恢复 赶紧扶下吧 五号 白山 那支老生队 我配合默契 再加上 你们三人都受了伤 万一短时间内不能拿下他们 肯定会吸引其他老生队的注意 到时候 大家都跑不了 别忘了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说得好像有点道理 没错 我们的目的 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火的 小燕哥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 大家过来 今天这支老生队 单个实力都没有我们强 只是我们太过轻敌 才会被他们引开 打来个措手不及 明日 武家和吴昊 你们俩互相配合 牵制住对手 好个硬骨头 别以为老生队们横行无忌 我们牺牲中的校园学长 已经吃下了你们两支老生队伍 你们很快 就会是下一个 萧炎又算哪根葱 就是啊 萧炎 学长 你是在说我吗 萧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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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手下败将还敢来 这回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不赶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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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花招 尽管使出来 想要火金卡就自己来去 还想跑 顾佳当心 一群傻瓜 不赶快离开 好 怎么 学长这是脸抽筋 混蛋给我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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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的东西 瞄准了再射呀 怎么回事 别得意的太糟 等我另外两个兄弟来了 你说的是他们俩吗 你们 你们怎么可能发现 不好意思 昨天战斗的时候 我就已经锁定了你们每个人的能量气息 只要顺着气息 自然能找到你们每个人 用个人实力 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输 他们只是心伤 怎么可能 我不会输的 我不会输 我不会输 敲给我吧 哎呀 哎 哎呀 啊 啊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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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分 日浪时 你们听说没有 有只新生队伍 在森林里面反猎捕了那些内院老生 不会吧 谁这么彪悍 竟然能打过那些家伙 萧嫣的队伍 已经在森林里反猎捕了三只老生队伍的火能 这么彪悍 按照规则 老生队伍要是火能再拾一下 就失去了参加火能猎捕赛的资格了 对啊 小岩哥哥 到现在为止 栽在我们手中的队伍有三只了 出去黑煞队和白煞队 我们还有两只队伍要应付 这些剩下的队伍一定会谨慎起来 万一同时被他们围堵 队伍们不利 虽然我们的配合比以前强了许多 可也仅够应付一只队伍 两只的话恐怕是极限 我们星生没有那种火能少于石 便会失去资格的限制 所以现在在森林中游荡的星生 应该不少 你想干什么 把星生全部聚集起来 然后放出风上 将另外两只老生队伍吸引过来 一锅端了 你们认为如何 那可是两只老生队伍呀 万一星生挡不住 我们岂不是羊入虎口 不要小看其他的行生 他们能够进入选拔赛前二十名 实力自然不会弱 而且 尽早将老生一网打尽 我们不就能早点去内园 见识见识天坟练气塔吗 我们已经在森林中 浪费了三四天时间了 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火无所谓 大不了得到的火能 再返还给他们 现在你是队长了 这些是你嫁角色便好 别婆婆妈妈了 什么人 等一下 是我们 校园学长 之前多谢校园学长出手相救 不然的话 今天恐怕又少不了一顿胖揍了 不用客气 校园学长 我们能不能和你们一起离开这座森林呢 同为新生 互相扶持自然是应该的 你们就跟我们一起组队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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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校园学长 你这是个大好人啊 是啊 来 这疗伤药对你们的伤势管用 谢谢 谢谢 谢谢校园学长 来 来 给 给 各位 你们想不想教训一下那些老生 把我们欺负成这样 当然想揍他们了 肯定想揍他们 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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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 你们先帮我一个忙 各位 你们想把这两天所受的怨气 送还给那些自以为是的老生吗 想 把火能抢回来 送给他们 就是 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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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校园学长 我已经照你说的 将位置暴露给的两只老生队伍 他们现在正在朝这里赶过来 好 各位 隐蔽好身形 我们今天 就给这些趾高起扬的老生 狠狠一巴掌 将损失的火能夺回来 好 好 准备战斗 这下热闹了 小颜 有点意思 来了 果然是有着几把刷子 难怪如此嚣张 不过儿 很好 终于到齐了 学弟 别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只要有实力 猎物与猎人的位置 随时都能掉 而现在 你们就是我们的猎物 那就别怪我们以多欺手了 抱歉 我们也没打算公平战斗 好 人生准备一场大缓击 先前那些风声 是你硝烟故意放出来的 好手段 没想到还有这种魄力 能将所有心声召集起来 听从你的指挥 过奖了 麻烦把火金砍交出来了 之前被你们抢走的火能 也该无归原主了 今天怕是有一场苦战呢 看来我们要联手了 修炎 我早就想试试 这届宣八赛前五名 到底有多强 秦贼先秦王 心声虽多 可他们的实力 却建立在那个叫 萧炎的小子身上 打败他 必能瓦解心声队伍 那便强对强 撕开他们的屏障 这是一场硬仗 中间三个交给我们 轻儿 你和虎家一起去帮新生 嗯 萧炎哥哥小心 那个大哥的力量不错 我来对付他 那个拿刀的 让我来 既然如此 那个白发学长 便让我来领教吧 哼 没想到 竟然被学弟们排号挑选 苏家苏绝 他们很强 绝不能行事 快 力量很强吧 果然速度和力量都不弱 那人不愧是 迦南学院的核心所在 真是越来越绕的好奇 看没 必须高 小子 接下来轮到你了 你们还好吧 多谢薛儿学姐 小心 你们俩跟我一起去支援 其他人 嗯 下子 有两下子 千年成功的时机到了 屈胡碎精尖 糟了 学长 抱歉了 斗气开点 八极棒 怎么可能 得罪了 学长 你们队长已经落败了 还想继续吗 队长快了 怎么可能 输给你 这队长的强盗 这里不来 队长 混蛋 竟然下手如此狠哪 兄弟们 和他们拼了 还得正好 我 我输了 向远哥哥 我们赢了 谁 真的是我们赢了 大家干得漂亮 都亏了向远学长 不然刚才输定了 向远学长 打不到那招声波斗计 好厉害啊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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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都是你消炎的 太医人输了 又何必出手伤人 打伤毫无防御之力的人 很荣誉吗 放手 抱歉了 学长 这里的药丸 能助你疗伤 告诉你的同伴 今天这一枪 我会还回去的 萧嫣 你们先生赢了 可你们也被高兴得太早 还有更强的老生队伍 在等着你们 我知道 还有一支黑煞队和白煞队 我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愿赌服输 火金卡 给你 果然有些本事 还真的将这两支老生队伍吃下来了 萧嫣这小家伙 实力确实不错 能快速击败苏孝 虽说借助了声波斗技的奇效 可就他那干净利落的攻击 以及独辣的眼力 即使是内院的一些老生 也未曾具备啊 回头让虎谦把萧嫣的资料送过来 我看以他的潜力 经过内院修炼后 有可能几近强绑前十 星儿 把疗伤药给大家分了吧 这丹药 能让你们尽快恢复痘气 味道还需要改进改进 谢了 多谢你们的火闹 好吧 谁叫我们既不如人 今年的新生质量不错错 还能打败这支老生队伍 这样也好 你们到手的火能 交给我们吧 砂铁 你们竟然也跟过来了 你们可以滚了 这帮新生交给我们解决 不过你们被抢走的火能 我可不会归我 谁叫你们没本事保重 砂铁 你什么意思 希望你们黑煞队最后别被打脸 毕竟这届新生不比从前 你们便是所谓的黑煞队 你猜对了 我们便是黑煞队 这几天 新生强老生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内院 现在你硝烟在内院 可是名声不小啊 不过 可惜啊 可惜 在这火能猎捕赛中 我们的任务 便是将你们这些刺头新生 统统打倒 不过 只要你乖乖交出火金卡 我砂铁 保证不动粗 怎么样 没有其他的选择吗 这是唯一的选择 苏孝他们还算有点贡献 消耗了你们这帮新生的战斗力 不然光凭我们这支黑煞队 倒还吃不下 看来是没得贪了 怎么 是之前的胜利 让你们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误解吗 也好 这两天没动手 骨头都痒了 沙铁大哥 不知您还记得我吗 上次您与我堂哥回外院时 我们还见过 白城 你是白山 正是 你也是这季的新生 是的 沙铁大哥 不知能否看在我堂哥的面上 看在白城的面上 我也不好对你动手 你自然可以离开 不知沙铁大哥 白山 凡事顾好自己就好 赶紧离开这里吧 不要多惯闲事 沙铁大哥说的是 白山 你要临阵脱逃吗 笑话 我不与你们共同抗敌 便是临阵脱逃吗 你还真当我们是一个团队吗 不过就是一场各局所需的交易吧 而且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 只有萧炎 我们为他拼死拼活 可好东西都让他占了 叛徒 没有萧炎指挥 我们能走到现在吗 随便遇到一支老生队伍 就能打败你 不用说了 他既然想走 那便走吧 没有他 我们也不见得会落败 一群蠢祸 你们就跟着他了 小姨不奉陪了 我先前说过 你那个同伴不太行 只能祝你们好运了 沙铁这支队伍 可不是我们可比的 而且现在 你的同伴也离开了 你们本不高的胜算 更是打了个折扣 我们走 我既然聚集了大家 自然要带着大家 一起闯出去 不管对手有多强 我萧炎 绝不会有万点退缩 我也不以大欺想 就给你们时间好好安排 看你们 能玩出什么花样 黑煞队最大的威胁 便是他们的队长 煞铁 他就交给我来对付 薰儿 五号 胡佳 你们分别挡住 其他三人 其余先生围攻 剩下的一人 分散他们的实力 我们会尽快打败对方 腾出手来协助你们 大家刚刚战斗完 斗气虽然还未完全恢复 但是我们新生 只要团结一致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战斗 战斗开始了小子 很好 感知力很强 可惜 今天你遇到了我 这种斗气虽然也竭力不够 不可攻击的防御力 极为强盒 看来是个 精神肉搏的强者 吹火掌 这又是什么名的 火把其崩 两力 小看了他的实力 小眼 拿出你的真本事来 这可是你说的 你也是变药师 强硬的攻击力和防御力 对应的却是你节度的确实 这便是你的弱点 那又如何 在绝对的力量和防御面前 不是我的对手 后面 来 也不过如此 怎么可能 来